花膠一年四季都適合吃 蕃姐到天熱燉糖水 蕃姐今天選了一個大口的赤嘴公來燉糖水 這個浸出來就是這樣的 沒浸之前給大家看看 沒浸之前就是這樣的 它是這樣的顏色的正常 看起來不漂亮但是它的功效不錯 這個是我們的小房子 小房子很好的類似 浸出來就這麼大隻 還有那些不夠拉拉給小朋友喝的 燉這個也很適合的 要來燉肉碎、蜂糖水也可以 材料有蓮子、百合、沙心、肉粥、紅棗、杞子 還有這個漂亮的雪椅 我們放三至四隻這個大口的蜂蜂 就可以了 好了,材料洗乾淨了 一、二、三隻 我們把材料倒進去 然後放水 水剛剛過面 好,好嗎? 好,燉了 我們要按兩小時 哇,燉了 我們燉好了兩個小時 好,燉了 我們燉好了兩個小時 好,一定要加一個冰糖 加幾粒 有些人喜歡甜點,你多加一些 好了,這個時候 放這個材料 讓它一溶就可以喝了 嗯,就金花 去洗淨碗,準備喝 這個清清潤潤,很適合 好熱啊 好香啊 大家想不想吃啊 想不想吃啊 快分享一下 直播間啦 真是這個 天熱又用這個來煮糖水 又有特色 小朋友、大人都適合 特別那些 有了BB 想做爸爸的 嗯 又滋潤 又有膠膠軟 很適合 大家看 家裡一定要 學芬姐這樣去煮這個 整家人滋潤一下 哈哈